我不要全部查 我要做一個查詢系統 一般查什麼 比如說我輸入什麼編號 或者像現在習慣用什麼 QR Code 或者是 Bacode 讀一下 那它其實那個 Bacode 就等於是按鍵盤 其實按什麼 按你的那個編號 它其實有點像輸入之後有沒有 Bacode 一讀 幫你打你的編號 後面會加一個 Enter 所以它就怎麼樣 會幫你把資料查出來 那如果說我要寫一個類似功能的話 前面講過嘛 你可以再把剛剛 Slate 這個語法先關掉 我在下面加一個什麼 我這邊有三個查詢的方法 如果按照編號查的話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加個 X 請輸入編號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查誰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 X 等於 Input 那最後記得在哪裡呢 在那個 Slate 所有的 Member 裡面的話 Member 02 會有後面的話就是哪一欄 那我因為是 A 欄 B 欄 或者如果你假設你已經不是用 A B C D 你已經改成編號 你就改打編號 那後面的話記得等於什麼 等於一個 X 那特別注意 如果你這個編號 假如說文字的話 你就記得前後這邊要再加單引號 這個單引號是 B 欄 如果沒有像這個是 Integer 的話 那就直接這樣 所以執行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什麼的 1 號的資料抓出來 1 號 Enter 看看 他就把 1 號抓出來 OK 那另外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假如說我不是有的會員 像你們也不知道自己的編號 那如果我今天只知道說他姓李好了 李先生 李先生 那請問是李什麼先生 他可能沒有講 那你就自己先輸入關鍵字吧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改成關鍵字查詢的話 也非常的簡單 我這邊有寫 那我先 Demo 給各位看 其實就是這個地方 請輸入關鍵字 那關鍵的地方特別注意 因為我要查的是姓名在 B 欄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我先 Run 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要查詢關鍵字 比如說那個先生你貴姓 我姓李 那這邊的話他就把那個 關鍵字把它打上去 比如說打一個無力 OK Enter 一下 他馬上就出現錯誤了 為什麼說 因為這邊 Member 02 才對 OK 所以 好 不過這個常見 可以就是 好輸入一下 Enter 一下 再 Enter 會不會錯呢 不過大家都很希望說是正確的 應該正確的我想 對 有沒有 好 請問一下你是李 李東益先生嗎 不是 我們一個問嘛 你看直接告訴我好了 OK 不過其實至少是輔助嘛 以後的話 就像說以後你們可以想想看那個機器人 如果說今天他問的問題 像現在有那種機器人客服有沒有 他就是抓 keyword 有沒有 你的問題 keyword是什麼 OK 然後他去 去猜那個嘛 猜你的字詞嘛 對不對 他猜出來之後呢 再去找找看 database 有沒有之前有 舊的那個類似的狀況 請問一下你是第一個問題嗎 請問你第一個不是 YES或NO YES或NO OK 不過當然你可以藉由深度學習 以後會不會那個機器人越來越聰明 對會 而且其實深度學習就是他不斷在學習 所以也許我可以把什麼 把我以前啊 因為我錄已經錄了十幾多年了 我也想說我全部把它轉成那個什麼聲音檔 然後全部再一次利用深度學習 讓那個機器人幫我全部都學習 然後他可以模仿我回答的樣子 以後可以自動幫我回答同學的問題 對不對 可不可能 拭目以待吧 OK 真的蠻有趣的 以後的話我就輕鬆了 你先用那個機器人看看找一找 而且甚至他可以把我歷年來的影片 乾脆我就秀一下我以前教學給你看 是不是你要的答案 是好 OK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很快解決一般人的問題 如果不是的話呢 也許就是在另外在想辦法解決 OK 或者在order我的時間 對不對 也許也不錯 OK 所以這也是一種 學習的一個方法 OK 好 那這邊的話主要就是 利用keyword 那這個keyword的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b欄裡面如果有其中一個關鍵字出現的話 那我就把它帶出來 所以下的語法特別注意喔 一樣在這邊會有哪一欄 後面記得喔 如果你是文字的話 記得不能用等號喔 前面是等於對不對 剛剛是如果是數字用等於 但是如果你是用文字的話 記得用like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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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 這邊為什麼like 應該是相似吧 應該是模糊比對 OK 好 然後呢 後面記得喔 關鍵字喔 這個地方最麻煩 因為我們應該是 一個結束符號吧 然後再怎麼樣 再串接一個x 不過特別注意喔 因為它是文字 所以呢 前後一定要加什麼 單引號 有沒有加在這邊 開頭單引號 後面的話再串一個 後面單引號 這第一個 OK 第二個的話呢 記得喔 那個 關鍵字的前面跟後面呢 都要用萬用字元 所以萬用字元就是如果出現什麼 所以記得喔 在單引號後面加一個什麼 百分比 percent的符號 在這個後單引號有沒有 在前面加一個百分比符號 OK喔 所以這邊的話應該可以看懂吧 這個我想 還蠻重要的 因為不只是在這邊喔 其他的語言也是寫類似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要做全文檢索 都是長一樣的 百分比符號萬用字元 不過我特別注意啦 可能會有一些 資料庫喔 他不是用percent喔 之前有的是用star 用星討 有的可能不一樣喔 不過大體上大概 這個百分比符號最多 OK喔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找到什麼 找到關鍵字了 OK 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好不好 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剛剛沒切到 就兩個 一個是輸入編號查詢 一個是關鍵字查詢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要按照什麼 另外還有一個欄位叫什麼 一個欄位好像是 那個 他的出生日期吧 如果要按照出生日期 來查詢的話 這邊有個生日 生日 如果我今天要查什麼 查那個他的生日 像會員裡面喔 有沒有是 六年級生的 有沒有六年級的 或者是六零後的 或者是七零後的 八零後的 我想要找什麼 找那個一個 年齡的區間的話 那個 這個地方語法 該怎麼想 試一下 請各位先把那個 關鍵字部分 先列習一下 我們先下課休息 待會再來看那個 查詢部分喔 再說 待會兒 對 感谢观看